原来你也可以拥有开挂般的人生 只要你熟练运用我分享一套体系方法 就能在人生的黄金十年以来爆发式的成长 这套方法曾帮助我走出小县城 考上师重点高中 又帮助我考进南大和中科院 论文饮用量持续飙升 毕业拿到高薪工作 挺进最强大导半决赛 又通过了高阵浪协会的考试认证 想要学会它记得点赞收藏好 反复观看 首先想要快速成长 必须先有稳固的基本盘 要想比别人更快的积累能力资本 取决于你努力的方向 当大家都跑得差不多快的时候 选择一条更近的路 更平坦的路 就是事半功倍的捷径 十几年前 当我身边的同学还在跟随老师的时候 我已经通过网上了解的信息差 给自己制定专属计划了 当他们在埋头刷Ti的时候 我在根据自身的情况 筛选试卷筛选题目 通过走捷径 我做的比别人更少 却成长的比别人更快 其次能力不是孤立的 聪明的人在学习的时候 是有框架的 有结构的 如果懂得利用隐习的能力 去支撑和辅助 学习其他能力 你就会比别人更快的 积累起你的能力资本 第二点 要不断地去找寻和 撬动高倍率的杠杆 所有线性成长的事情 都不是长久之急 多花一倍的功夫 换来多一倍的成果 这样的成长是线性的 要多思考 有什么事情 是能够让你花一倍的功夫 换来两倍的成果 花两倍得四倍 花三倍得八倍 若你暂时想不到 很可能是因为 你现在的思维 已经受限于 现在的环境和圈子 这时候你要利用起 长时间积累的能力资本 去作为筹码 来突破你现有的圈层 去接触更大的世界 去发现更多的机会 第三点 升级和优化你的工具 正所谓功夫再高 也怕菜刀 你武刀弄剑再厉害 也很难打得过枪炮 当你先配备了 更高级 更先进的工具以后 就对其他人形成了降维打击 我的职业是一名 AI算法工程师 行业内所有领先的 AI大模型及相关工具 都已经配备到了 我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当中 平时无论是开会 还是上网课 我都不需要自己 在手动记笔记了 利用AI就可以轻松提取 会议录音和课程视频 当中的重要信息 我使用的这台华为MateBook 14 自带的AI盖要功能 它能帮助我一键提取 一句话总结 关键词以及主题摘要 有了这台笔记本和AI工具以后 提炼支持点和编辑脑图的效率 都高了很多 可以用手写笔在屏幕上圈圈画画 配合着手指触控 实在是很方便 做好的脑图还可以通过 WPSAI转换成PPT 编辑一个CELL的时候 我直接用文字指令 去调用表格功能 省去了许多学习和编辑 Excel命令的时间 除此之外 利用AI大模型 提效的场景还有很多 比如写代码 改论文 简历优化 模拟面试等等 说到这儿 我就不得不再次纵草一下 这台华为MateBook 14了 因为华为AI空间 聚合了100多个 AI大模型智能体 能够覆盖常见的 许多学习和工作场景 而且远远率的配色 我很喜欢 非常的时尚清新 另外它采用的是 OLED护眼屏 拥有2.8K高分辨率 最高120Hz的 自适应高刷新率 还有蓝影眼部 舒适度认证 可以提供非常流畅 和舒适的视觉观感 最后再回头总结一下 这套体系方法 就三个核心点 在长期积累 能力资本的时候 要学会找捷径 和搭框架 不要满足于线性的成长 要尝试去找 高倍率的杠杆 以及最后 要持续的更新 和优化自己的武器库 赶快行动起来 去开启你的 爆发式成长之路吧 感谢观看